好各位同学 照片还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潘老师摄影技术太差 有的时候啊 会把大家拍的太黑太暗了 那我们可以去搬除豆 当然也可以美白啦 美白要怎么做呢 其实很容易 不过可惜潘老师张照片不适合做示范 因为我拍的时候就没有拍太黑 那所以我待会把它美白以后会变得太白 请各位同学多多见谅 好那到底怎么做呢 请看相片 上面 然后选择光线 然后选择色阶 相片 光线 色阶 你可以先按暂停 然后去找到这三个 好 这个时候啊 画面突然变成两个 这个是使用前 这边呢 这个是使用后 这个使用后 这个是使用前 这个是使用后 待会儿请看这一边 它的差异会显示在这边 好 怎么弄呢 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这边有一个图 来我们看下面这边有个图 好这个就是 它的这个所谓色阶图了 白色的区域黑色区域的分布图 那么中间这一个 然后你看上面再回来看上面 目前是这样 来我们看下面 这有三个端点 这一个第一个白色的端点 在这里 决定从哪里开始 它要亮到变成完全白 好如果拉过来 也就是说这里开始 这边都要让它变白哦 我放开你看一下上面啊 哇好白啊 太恐怖了 回来 那这边呢 就是定义从哪里开始 全黑 刚才是定义全白 这里是定义全黑 如果往这边拉拉拉拉拉 代表 拉到这里就代表这里要全黑 拉到这里代表全黑 越靠过来就越黑 好 请你去看上面的图 我一边拉你一边看它的差别 好 哇 好黑哦 你看下面这个图 我拉到这里代表从这里开始 我要它全黑 所以你再回去看上面的图 你看 它从某一个地方开始就全黑了 好 还原 那 要控制你美白 那大概在哪里呢 中间这个 但是你千万记得不要拉太多 否则很假 很假 好你看哦 上面是差这样哦 我大概拉过来一点点 来放开你看 请你比较左右两个图 这边是不是感觉就白了很多 这个感觉比较黑 对不对 那不过潘老师这张照片本来没有很黑 没有很黑啦 所以一下一条就变得太白了 那怎么办 往相反的方向拉 同样的 如果你是过白的人 你往相反的方向拉 好你看 这样皮肤就不会那么白 感觉比较有气色 这个技巧大家不知道学会了吗 主要就是调中间 那头尾只要调一点点就好了 那各位同学到底调多少 你可以去试试看 到底哪一个是最好 好等它调整好了 请看荧幕的右下角 这里有个确定看到没 按下确定 这样就好了 这个就是所谓美白 或者你太白了 所以你要加一点颜色 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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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